Lite官方在2022年的1月底的时候 发布了一则讯息 非常的震撼 因为他们即将停止Lite Lite的服务 因为它不单单只是可以当作 你原本Lite的主账号使用 更多人会把它当作 你的第二个Lite的分身上使用 因为它可以跟它的原生的Lite 跟Lite Lite共同安装在同一支 安卓手机上面 这是非常方便的 也就是说我一支手机 就可以同时安装两个Lite的账号 Lite官方他们决定在2022年的2月28号那一天 停止这项服务 所以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使用Lite Lite 去当作我的Lite的分身 因为这样的情况停止这个服务 其实已经造就我非常大的困扰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在一支手机上面 绑置两个Lite的账号 我在网路上面不断的搜寻下 我终于找到了一款 比较在资安上面 在评价上面评论上面 比较可以让人放心的一个软体 叫做LEB平行空间 双开应用 那它的原名呢 就是以前的所谓的双开大师 那这个软体呢 它有点特别 它不单单只能够帮我的Lite 创造第二个身份 也就是课同出第二个Lite之外呢 它同时还可以在你的Android手机上面 大部分的软体里面都可以克隆出 另外出一个身份 也就是说像你的FB啊 IG啊 Skype啊 Twitter啊 WeChat啊 甚至你的游戏软体都可以帮你克隆出一个分身出来 等一下呢 我就要教你们一步一步的去完成 去安装这个软体 然后甚至教你们怎么去操作 以防我们在228的那一天 Lite Lite结束营运之后呢 可以让我们无缝接轨的 将我们原本Lite的账号 转移到这上面 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准备开始吧 首先呢 要先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打开我们的Google的商店 Play商店里面呢 然后到这里去搜寻一个叫做 LEB平行空间 点下去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在 这里有个叫做 LEB平行空间的双开应用 把它安装下去 那除了安装这一套之外呢 因为我们要今天主要的目的是 来自我们要安装Lite使用 所以我们还必须安装在这家公司 他们所开发的另一个软件 也就是下面你看到的这个 就是P-A-R-A-L-L-E-L-S-P-A-C-E-60SPEED 这个软件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如果你要当我们要使用Lite的话呢 就必须连同这个都要安装 那记住要安装下去就可以了 好 那 两个软件都安装完 差不多之后 我们就回到它的这边去 那你可以看到在我们最下方这边 有个叫平行空间的APP 我们把它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就按照一个步骤 同意同意 那目前就已经在 准备进去了 然后来到这边的话呢 我们当然首要的步骤 就去找寻出我们的Lite 那你看到这里有个Lite 好 看到它之后呢 就把它按 选择增加置平行空间里面 把它点选进去 然后按同意 然后你就看到我们在我们上方这边呢 就已经我们把我们的平行空间 已经复制出 APP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点进去 然后这个时候 它有跟你说 它必须依赖60-bit 那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二个 我跟你讲到要安装的那个软件 那如果你先安装好的 就很简单 直接按授与权限 然后一样同样允许允许允许 进来之后 你第一个看到的画面就是Lite 跟我们原生Lite的一样 它都会有一个叫你要登录账号的部分 然后到这边之后呢 就是会让你告诉你说 你要不要选择你的Lite的备份 在这地方其实之前呢 其实在登录Lite账号里面前呢 你最好先将你的原生的那个Lite的账号 先做好你的Google备份 然后来到这个步骤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聊天记录复原 假设你刚刚有做聊天记录复原的话呢 你这边就会原本的复原的那些聊天记录 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复原聊天记录的话 我个人上我有使用两种方式 第一个呢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来自于原本我们先前所提到的 会使用Google 用Google把聊天记录备份到Google的云端硬点里面去 但是有第二种的备份方式 它是比较特别的 它是可以同时呢 将你的无论是你是Android或苹果的 你都可以把它备份到电脑上面去 然后最后要做复原的时候 是从把电脑呢 恢复到你的手机去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备份到电脑之后上面去呢 无论你接下你要换成Android手机或是苹果手机 它们都是可以跨系统的还原 有关于这个部分的教学呢 我其实我目前我已经制作完它的图文教学方式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资讯栏上面 那未来我还会制作一个关于影片的部分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 你可以试用这个方法 我相信也是不错的 OK那今天的影片教学就到这边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觉得有问到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在下底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我会将我所知道呢 会尽量的回答你们 OK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